直到了七年后 我才被确诊为巨人症 医生说 我脑子里面有垂体瘤 必须马上切除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脑垂体这三个字 也是第一次知道 这个病竟然和一个米粒大小的 肿瘤有关 垂体瘤就是位于大脑正中间 眼睛后方三叉神经的地方 它存在外压迫整个周围的神经 使我的伸展急速分泌异常 从而导致不停地长高 最后经过两次手术 我的身高终于定格在2米4而已 现在回想起那段神秘的旅行 虽然有惊喜 也有苦痛 但它却给了我一个 不一样的高度 去俯瞰这个世界 让我体验到了 与众不同的人生 现在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还有那么多关注我的朋友 我已经非常满 今天我在这里 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面对未知 不要退缩 远远地去面对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真的怎么都没想到 一个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肿瘤 竟然能够给我们带来 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 大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们对它那个构造不了解 但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一点点微小的变化 那里边就是它这个三叉心筋里边 就一个头发色都插不进去 是 但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 身心灵的折磨 对 但是我们也通过您的演讲 看到现在 我们自从手术了之后 把那个切掉了之后 我们不再往上涨了 从此也收获到了新的事业 和新的家庭 我们再次为张大德哥 现在拥有的一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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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